斗破苍情年番最新剧情中,肖炎一朵小心火莲将外院三大天才击败后,以选拔赛第一名获得进入内院的资格。 休息数日后,肖炎与前五名的所有人在虎钱的带领下走进一条黑色的通道,走了近半个小时后,眼前才出现了微量的出口,众人加快脚步,来到了一幢古老而又庞大的楼阁前,这幢楼阁正是藏书阁。 肖炎朝着前方恭敬地喊道,这一届内院选拔赛前五名已经诞生,还请朱老开门,原本空无一人的门口,突然出现了两个盘坐在地的灰袍身影,肖炎不由再次震惊,紧张地摸了摸手上的戒指,他这时才发现,自己与要老的那股连接气息消失了。 显然是要老主动断去的要老忌惮的自然师那两位神秘首格人,肖炎感叹加难学深藏不漏,安静的氛围又持续了片刻,一道苍老的声音才响起,不知这位小家伙有名愧。 肖炎微微一愣,立马恭敬抱拳回答,晚辈肖炎见过二老,另一位挥炮老者,直接倒出肖炎体内的一伙。 肖炎不禁惊呆,这是他第一次被人看穿底牌,还好没有恶意,这一届比上一届要好许多。 老者毫不掩饰表示赞赏之语,之后两位老者伸出干枯的手掌缓缓结印,顿时打开了一道空间之门。 肖炎等人在藏书阁内,只能带一个小时,每人只能带走一样东西。 肖炎等人怀着忐忑而又激动的心情,走进了一个极为空旷的房间,房间内并没有任何点棋,只看到墙壁上有一层微量的能量罩。 正当肖炎等人不知所措之时,光团突然从能量罩中射出,轩而探出玉手一抓, 便将一个紫色光团抓入手中,玄阶高级功法,紫雷绝。 薰儿略带疑惑,这并不是薰儿想要的光团被薰儿放开后,便钻入了墙壁。 接下来便是争强光团的时刻,肖炎虽然抓住了几个,但都不是自己想要的。 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一本高阶英波斗技,配合阴阳玄龙丹中吸收的龙气使用。 倒是白山突然抓住了一本地阶斗技,他不由狂笑起来,可当他的手探向笼罩卷轴的能量罩时,却被直接震飞。 他显然与那本地阶斗技无缘,把白山气得半死,又过了十几分钟。 萧炎终于抓住了一本地阶低级斗技,九重凤火爵,萧炎满意地看着手中的卷轴,但他已经修行了坟决,无法再修其他功法。 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,他直接将这本地阶斗技送给了薰儿,薰儿虽然想过推辞,但萧炎心意已决,他便抿嘴一笑,安心收下。 萧炎哥哥,想要什么东西,让薰儿帮忙找找吧。 萧炎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但声波斗技本就极为罕见,高阶的更是少之又少,规定的时间就要到,萧炎突然抓住了一个透明光团,却被一股拘力震开。 萧炎哥哥,抓紧了,让我来试试。 薰儿立马飞升赶去,玉手穿过了光照,带出了一本透明的卷轴,诗虎碎经营,玄界高级声波斗技终于到手了。 萧炎长说了一口气,满意地将卷轴收入纳戒。 在这之后,萧炎就迫不及待地前往后山进行修炼,因为萧炎在吸收七品阴阳玄龙丹时,继承了丹药中的细部龙器,所以配合声波斗技使用是板功倍。 完成这些后,萧炎在各位长老的陪同下,一起前往内院,内院是嘉南学院的核心地所,学院里的大部分学员甚至老师都不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。 在这一路上,各种凶悍的魔兽层出不穷,可却没有一头魔兽能够穿过虎前刺人的封锁。 一行人行至一片森林后停下,在前往内院的森林中有着老生抢夺新生的火能,这里就要讲一下火能的作用。 在内院有着一座深埋地底的天坟炼气塔,在塔中修炼,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,而且越往下,修炼的速度也会越快,当然消耗的火能就会越多。 在内院中,几乎所有的争夺都围绕火能展开,像消炼这样的新生,刚开始会发放五天的火能,老生会在森林中对这些新生进行抢夺。 虎前特地安排消炼,迅儿虎家,吴浩,白山五人组队,五人在经过一阵选拔后,变定消炼为队长,他们一路过关斩将,击退了几只老生队伍,并且抢走了他们的火能。 后来在面对比较强的队伍时,白山为了自保临时反水,他将在内院的堂哥白城搬了出来。 对面的人给了白城面子,便把白山放走了,本来新生对上老生就不好打,这下四打五更难打了。 当然这对消炼来说不是问题,消炼不仅将这支队伍击败了,而且还将所有受欺负的新生聚集在一起,共同抢夺老生的火能。 最终消炼使用活动火莲,获得了比赛的第一名,这样消炼在新生中的威望无人能比。 由于新生经常受到老生的欺负,所以消炼在勋儿等人的提议下建议了盘门。 先后解决了各种来找麻烦的门派后,消炼进入天粉炼气塔开始修炼,女王的备孕要开始倒计时了。